7月8号A股说评视频 大家好 我是网上财经 连续4天A股成交不到6000亿 今天指数个股再次普跌 超过4800股下跌 户指中冷500 中冷1000 中冷2000 串满指均创新低 尤其是代表中小盘股的中正2000指数 今天大跌了接近3% 那么在销易面上 央行是又有了新动作 养老目标基金是在密集的清盘 那今天收评 我们先来去聊这两条消息 然后再去聊户指 谈4点思路 先看第一个消息 关于央行 央行在今天公布了 即日起将会视情况 去开展临时的正回购 还有逆回购的操作 那我们知道 以前央行开启逆回购 都是在开盘之前 就是每天一个时间点在开盘之前 而以后将会增加下午4点到4点20这个时间点 就是下午刷二半之后 也有可能会去进行逆回购或者正回购的操作 为了什么 为了去保证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合理充裕 提高公开市场操作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好逆回购盘前盘后均可操作 为了实时呵护流动性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有所期待了 期待在盘后 在收完盘之后 会有利好 那么接下来这几天 我们来拭目以待 好 然后第二个消息是关于养老目标基金 那我们知道 从2018年8月份首批养老目标基金获批以来 当时其实给了他很多的关注度 很多的宣传文章 但到现在为止呢 清盘的养老目标基金已经有15家 有15家 那么在今年以来 有7家已经是发布了基金合同终止的这样一个报告 那么按照万多数据的统计 接着到7月7号 成立满5年的102只养老目标基金当中 有一只是亏钱的 有一只是亏钱的 那么成立满3年的102只养老目标基金当中 有25只是亏钱的 有58只收益率不到10% 而且有部分的养老目标基金 亏损金额超过了20% 所以数据摆在这里 大家去看 其实养老目标基金相对于我们所理解的社保基金 跟养老基金来讲 它的差距不是一点半点 而按照这种养老目标基金的一个合同的约定 接下来估计还会有密集的清盘 接下来还会有 接下来还会有 好 这是这两则消息 跟大家去报告一下 然后去聊一下大盘 大盘在今天是再创了新低 其实不只是大盘 多个指数都创了新低 那我们该如何去理解 我们先来看一下上周五说明视频对于大盘的一个分析源头版 那我们提醒了什么呢 我们提醒了长向线 就是上周五的长向线并没有配合放量 并不算是起稳信号 下周至少还会出现2937点下方的价格 而且再创新低的风险并没有解除 反复听大家控制好仓位 尽量扫作短线 当前控制好仓位就是最简单有效的控制风险的方式 这是上周反目强调的 那么在今天大盘创新低了 又创新低了 在植入层面上 目前是处于所有的均线下方 今天最低点是2917点 成交量还是处于20均量线下方 控盘度一个半月是处于零轴下方 那么今天控盘度在继续的降低 大幅的降低 空方力度很强 这档指标现在又跌到了超卖区域 是绿色柱的一个状态 好 谈三点思路 然后再谈四点 我们要等待的基因型号 第一点 护制还要往下跌 下跌趋势 所有均线下方 护制还要往下跌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尽量扫作短线 严格控制等线仓位小于四层 还是那句话 控制仓位是最简单 有效的控制风险的方式 你现在你不要说你想我有多牛 你想我有多棒 好 你再牛的高手这种行业 你也要亏钱 你也要亏钱 所以尽量扫作短线 第三 3000点下方 从中长线来讲 我们可以做分批定头 拉开一个是时间间隔 你比如说每间隔两周时间去定头一次 或者说每间隔100个指数点 空间间隔去定头一次 总之要拉开时间 拉开空间间隔 3000点下方你可以去分批定头 而这种定头一定要去做这种相对稳定的指数 比如说三中50 比如说护身300 而像中的1000 中的2000 像串远这种指数 不适合 不适合 他们的风险可能稍微更大一些 然后我们等四个机器信号 各位 从短线程度来讲 要等待四个信号出现 之后 我们再去考虑去低吸去抓反弹 第一个是指标层面 指标层面上 就是正当指标在超卖区出现绿变红 而且红色度要带绿色度 再考虑去低吸抓反弹 不仅或者如此 各位 给大家讲 科障50 大家看这片图 科障50看一下 科障50同样正当指标 超卖区出现绿变红 中东500 等正当指标超卖区的绿变红 还有中正1000 还有中正创业板 还有中正2000 同样如此 都是等这个指标出现超卖区的绿变红 再考虑去低抓反弹 这是第一个角度 第二个角度 价格层面 价格层面上连续三天不上新低 或者说价格占上20均线 采取考虑去进行操作 否则不要去忙我们去抄底 第三个层面 成交量 成交量层面上 A股能够去连续三天超过20均线 成交金额能够去超过8000亿 我们再去考虑 第四点 看时间 时间层面上 在7月份中旬会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会 那么等这个会之后 释放了什么重磅政策 我们再期待能够出现拐点 我们期待政策去衍生热点 好吧 所以这是我们要等待的四个信号 一个指标层面 一个价格层面 一个成交量层面 还有一个时间层面 这是我们今天说明视频所聊的了上升指数 其他指数就不聊了 其实思路大概都一样 走势基本上都很差 都是处于所有均线下方 控制好仓位各位 控制好仓位 好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去录制板块的金奖视频 点赞关注网 请不吝点赞 再见